卢慧君这个案子牵扯出了范长莉 这一定是个窝案 不对 不仅牵扯到范长莉 还牵扯到其他人 要不然上面怎么可能那么大的动静 暂停结案可以啊 那然后呢 是啊 接下来呢 范长莉的问题还继续查吗 查 但是怎么查 我还没有想好 什么就得了吗 不然就这样 我从佟飞那边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当年给佟飞转钱的那个账户 大黄已经查到了 他叫卢双叶 几年前车祸呢身亡了 后来这个案子呢一直没有跟进 把这条线索捡回来试一试 没准还能有点什么收获呢 瞧 在复杂的局面中 不能说过细节 这样 咱们都仔细地想一想 再想一个具体的方案 好 这个人他姓严 开了一家所谓的调查公司 其实就是帮人查个婚外情什么的 人我见了 没动他 我这儿有个地址 你们有什么事就直接传他 别忘了问完了给派出所打一电话 他这公司必须得取缔了 好啊 好啊 谢了 明天我去会会这家伙 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过的 会是卢慧君吗 范常丽他老婆也有可能 行了 工作谈完了 怎么的 刚才好像是我听说谁谁谁要请客 对了 马警官说今天晚上要请大家吃个饭 小帅 为什么 涨工资了 没涨工资不能请大伙吃饭了 我就是想请客 没别的原因 行行行 这样 小帅请客 就让小帅请客 大家都得去 好好地放松一下 这段时间大家确实很紧张 出发 李大 李大 人家刑警队的同事帮我们的忙 应该是我们请他吃饭 怎么能是让人家请咱们吃饭呢 这种饭局我不去太没道理了 他还真懂事啊 你说得很对 这样 我让他请客 大家都去 你就不要去了 在家好好工作 来 李 李初 你个 行行行 看小帅在面子上 你还是让你去 行吗 好 来 李大 那个您女儿今天不是发榜吗 您不回家吃饭 您在外面瞎吃的什么呢 是 那个 李初 这样 那个 今天我来请 瞎请你 怎么了 我请不算数啊 行了 行了 这样 从郭二大都开始啊 下次我来 反正今天晚上这个饭局 必须要把他搞成了 不是 不是 说好了 我请 你们怎么找成这样了 小帅 你做东 林夕 你买单 这课就当你们俩行的 行吧 不是 哪能 哪能 哪能让你 行 行 我请 我请 我请客 我请 我请 你等等小帅 李大 追探吧 追探他 追上他 我下巴 我下巴 我再也快去找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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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找了 你的 你真的找了 你真的找了 你找找了 就是我 在这个 我给你考上了呀 我考上了 我说什么来着 没问题吧宝贝 一定会考上的 我给你们说啊 考试的时候 好多考官坐在下面 我站在台上 我都没紧张 可是我什么时候紧张的 你们知道吗 我看榜的时候紧张了 那么多考生 全围在榜单前面 找自己的名字 宝贝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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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好呀 不是还应该有个通知书吗 通知书寄到家里 还得有几天 爸爸 网上有名啊 只能说 你这专业课考试通过了 还有文化课呢 妈妈 你就不能让我 开心开心几天 这么早就给我时间压力 就是就是 放松两天 放松两天 我有一个提议 说 我们出去吃一顿吧 这个提议好 你吃什么 八八请客 说 我们去吃火锅吧 怎么着 吃火锅 这个好 出发 出发 换衣服去 走走走走 知道了 那咱们有事再联系吧 你好 检察院粉摊局的 你们有什么事吗 找你们严经理 对不起 这没有严先生 你肯定吗 你们干嘛呀 你们是要硬闯吗 怎么叫硬闯呢 找一下严经理 出去 你们再不出去 我可要报警了 报警 你敢吗 你敢吗 我不是说了吗 这没有姓严的 你敢对你说的话 负责任吗 起开 你们怎么不讲道理呀 你们 讲道理我也给看 跟谁讲道理 是不是 李大 还挺汤的 那你在喝茶吗 我 爸 把你们眼睛里叫出来 我有事要跟他谈 有事啊 躲在里边干嘛呢 睡会儿的 有事要跟你说 没事了 忙你的吧 大白天挡窗窗干什么 刚才不是睡觉了吧 你这是看星星的呢 还是看人的 瞧瞧 你这除了偷拍 又是偷窥 怎么的 有着爱好 不得罪 对 就是混口饭吃 没别的意思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严经理啊 您这儿装备 还挺齐全的嘛 还给我们用过什么 高级东西 没有 老大 我就是造了几张相 为什么要偷拍 得罪 得罪 我告诉你 就冲这一点 我就可以指控你 妨碍公务 知道吗 不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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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姐 老任 我打电话上起来 让你看一封举报信 好 这是什么 一张光盘 你还是先看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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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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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怎么了这是 不知道 人居黑着脸 纪检组的人在里面 问李大话呢 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 我听不明白 我跟李大 在调查那个严胖子 就是马小帅抓的那个人 人居给李大打电话 他说 人居 人居 来 来 走 好了 没事了 你先走吧 东西三天之后归还 要不然我把里面东西 烤一下 我这两天有用 算 我倒霉 火亮 纪检组的人 找李大谈话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 我怎么觉得 这家伙生意够火的 你看这些视频 这些照片 还真有两下子 有点像干间谍的料啊 你刚才说什么 纪检组 纪检组怎么了 在人居办公室 跟李大谈话呢 你怎么知道的 不是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你们老板到底几点回来 我也不清楚 徐总 您这是 我刚才把欠你的钱给付了 还想再刻几张光盘 你 你看真不凑巧 店哪不坏了 刚送去修 不几天就修好 三天 三天后帮你刻 是吗 这么巧 可不是吗 那钱你不用欠付 那钱你不用欠付 不几天就修好 三天后帮你刻 都刻完价给我 杨老板 我怎么听说是警察把电脑搬走了 里面里面去里面走 坐坐坐坐 真不是警察搬走的 你放心 不会有事的 杨老板 别怪我多心 跟你做生意 我图的就是你的信誉好 能最大程度的替客户保守秘密 钱多少无所谓 我明白 您放心 不会有事的 干我们这会儿 那多少都有关系 我不管你有没有关系 但起码不能有事瞒着客户吧 电脑坏了 这种小瞎话 阿杰 跟你说实话吧 电脑真不是警察班长 那是什么人 检察院的两个朋友 他们说 拿回去查查东西 你说我能不要拿吗 那平时 那我们都是好朋友嘛 白康 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 刚才看到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想你很清楚了 而凭我把握手 现在组织上 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其原由 我想你应该能够理解 我就不解释了 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些 毫无保留 是真正的谈诚相待 其用意 我相信 你能够认会 我呢 就想知道 组织上 到底相不相信我 那这倒要 等调查结束以后才能说 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 目前组织上 对你所做的一切决定 并不意味着 对你个人品行 和职业操守 有质疑 建议上述的原则 我希望 立以一种正确的态度 和职业操守 来对待此次事件的调查 我表述清楚了吗 我明白 好 那就 有基检组的通知 按照调查程序进行 所有调查的内容 都会被记录在案的 就这样 杨处 咱们再聊聊 好 视频中所涉及的这些内容 在此之前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收钱的那个人 你认识吗 我认识 是谁 晋山大学 艺术学院表演系的刘主任 好 那就具体谈谈 你们认识的经过 视频是经过剪辑的 非常可疑 需要做技术鉴定 这件事情很脏啊 它很脏 你知道吗 它 它不是真伪的问题 对 还有舆论问题 对 你看看网上 局势网上已经有了 光盘是济山大学 基于转到院里来的 从专业角度看 这里面有诸多的栽葬项 尽量的问题 怎么给小方一个解释 这是个难题啊 你不能光我们在这自圆其说 是不是 我得让 我得让 把这个事说的 让人家心服口服才对 网上已经有了 而且还有很多更天 李简已经联系了十局王冠 来 看来你手里的工作得 停一停啊 愿力决定派你作为代表 去给尽山大学沟通一下 尽快地协商 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案子也要停吗 停 当然得听 你联系来看 来自前两天各方面的压力 和今天的这些事情 你觉得有没有关系啊 有关系 好啊 既然有人下这么大的功夫 无非就是想阻挠难度案子的进行嘛 好啊 他们赢了 没关系 我们先服个软吧 我们看看他们脏水里 到底都装了些什么货色嘛 任君 但是卢慧君这边不能停 举真方面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机场出境那边 你可以先打个招呼吗 要是他不从锦山入境呢 那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 我先召集侦察处开个会 我们大家再布置一下 别别 先别跟大家开会 你等我跟李简商量一下再说吧 好 好 马上跟锦山大学联系 是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请你保持手机24点开机 也许我们会随时找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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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您是李存存什么人? 我是她父亲 李存存同学现在正在教室里边上课 您找她有事吗? 没事 我就想看一眼 没事的话 请您到学校外面等她好吗? 走走走走走 大哥 咱们去外面等行吗? 走吧走吧走吧 都找到什么了 有我女儿上课的吗 还有我老婆的 对对对 还有视频 好 那你彻底找 彻底找 博士长再见 再见 小心一点啊 没事 你先进去 你怎么来了 那是你们这儿的病人 是代产孕妇 不是病人 我说的就是这意思 你今天闲着没事 瞎溜达干啥 什么叫瞎溜达 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你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怎么搞啊 一头的汗 没事 这男的怎么不来陪他 你没事吧 有兴趣打听人家的私事啊 不是 你忘了你生存存的时候 我不都一直陪着你的吗 给你生完女儿 我就没这待遇了 别给大家看啊 你今天有点怪 你没事跑这儿瞎溜达干什么呀 那人快生了吧 怪了 不计什么时候 你有病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事就不能跟你谈谈工作了 真是害的 你看我这忙的 你这要聊回家聊去呗 别去呀 特意来看你 怎么办 你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啊 德行 什么时候变那么酸呢 又喝一喝 中午了 一会儿吃个饭 马路对面有个快餐店 在那儿等我 好 想跟你一块儿去 谢谢 快点儿 我认识你的时候啊 你跟春春一样大 你那会儿啊 穿着军装 成个一个傻大兵 刚从前线下来 能不傻吗 看见你就跟看见仙女似的 真没想到 你能嫁给我 那会儿多简单啊 没想到多 我说行了 行了啊 不提你那会儿了 跟恶狼似的 干嘛 真要谈恋爱呀 你皇孙子都长这么大了 你今天怎么了 挺好 案子不顺利啊 顺 我就说春春这个事儿 总是感觉 你不是挺宽心的吗 嘴上是这么说 可这是到临头 就是啊 你说这孩子 非要学什么表演呢 按照我的意思 我是真的不想让她学这个东西 我也是 你真这么想的吗 嗯 真的 真的 你想说什么呀 那你告诉我 你帮她签这份合同的时候 心里怎么想 你看你又来了 这事儿不是过去了吗 怎么又提呀 行行行 不提 不提 吃饭 不提 吃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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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夜你干嘛呀你 你找什么呢 你找什么呢 没 没 本子 除了表演专业 你还有什么最喜欢的专业 没有了 我打算一棵树上吊死 怎么说话呢你这孩子 我告诉你啊 爸爸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怎么也给我一个备选的专业 知道吗 没有备选 真实 我出来了 我去上学了 又挣这么点 该喝呀 听好了啊 放学道再回来啊 不要乱跑 老爸 你对一个高三的学生说这个 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啊 对不起 对不起 爸爸不对 爸爸不对 好了吧 没事 我去上学了啊 好好学习 拜拜 放心吧 妈妈再见 加油 加油啊 加油 拜拜 拜拜 大康 你怎么了 这两天我感觉你怪怪的 不会吧 大半夜的 你找陈哲干吗 我还当什么事呢 我想看看咱们家有多钱 不行吗 你废话 我问的是你想干吗 我呢 你要不说我还忘了 咱们家那十万块钱 你又给估到哪儿去了 你职业病啊 查账查到家里来了 不可以吗 我说你有病 你还来劲了 我告诉你 我说的这两天嘛 你拐弯抹角的 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啊你 不不 老婆 我是你老公吧 我问问咱们家有多钱 怎么不行啊 对 你是我老公 你还是反贪局的检察官呢 你有权怀疑你老婆 是吧 你又来这套 你觉得这样有意 好好好 马上到 马上到 小江 迟到了 你准备 你刚去把我带到你们检察院去审问算了 不排除这种可能 李大靠 你 李大靠 马上到会议室来开会 马上啊 好 看什么呢 那个 从你们扣押的电脑里发现了那段视频 我看一眼 纪检组召集侦察处的全体人员开会 我知道 我看一看 这个事情由我来处理 你处理 什么意思 已经签了搜查证 我们马上去搜查盐胖子的办公室 那还等什么 马上去啊 你去开会吧 开哪门子会嘛 相信我 相信我们 就像我们大家也相信你一样 都到齐了 下面有纪检组的同志 宣布一下决定 鉴于有群众举报 李大康同志 在其女儿考学过程中存在伪计行为 为严肃组织纪律 消除不良影响 也便于进一步调查核实 愿纪检组决定 暂停李大康同志的工作 侦察处的全面工作 暂时由反弹局副局长夏清负责 李大康同志是被吓害的呀 事情没查清楚 事情没查清楚 怎么能听李大了之呢 这倒是个李大 李大是什么人 您是最清楚的了 老魏 至于那么大惊小怪的吧 立行的程序落在谁头上都是这样 是不是大康同志 我相信 又请大家相信 清卷自清 卓卷自卓 深圳不怕影子鞋 如果李大康同志确实有问题 我们绝不会无需拯救他 如果他没有问题 那我们也会还自己的同志一个清卫 总之 基检组的同志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论 不是 真的要挺李大的职啊 这不公平 应该调查清楚了 有什么可调查的 这分明就是陷害嘛 怎么样也要等到我们专业盐胖子再说 这么仓促决定太不公平了 在情感上我也接受不了 但是在程序上必须这样 程序是为了真相不被掩盖的 但是现在真相被扭曲了 程序是为了最终的正义 暂时的挫折怕什么 这件事情对李大打击太大了 我说的是尊严 走吧 至于吗 老同志 什么事这么大动干戈 让人笑掉大牙 谁笑谁呀 玩弄着略剂量的人 看到这场面 现在不知道躲在哪儿偷笑 让他们笑吧 关键事 看谁笑到最后 人家这件事情 马上就见真心 马上见分晓 别擦这个了 你看这都没用了 给他摘了 你们是 您是 我是物业的 这家公司的人呢 这家公司啊 是昨天下午突然决定搬走的 本来他们的租期啊 是到下个月 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他不租了 搬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我们也不知道 没 怎么样 哦 春菜 怎么了 说话呀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等着我 等着我 欧阳 我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给没给人家钱 你疯了吧 你给没给人家钱 你给没给人家钱 没有 我告诉刘洋 这件事情 如果你骗我的话 你可别怪我了 你要骗我的话 咱们俩就离婚 拥了 请停 我请停 请停 使物与 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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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见见他 好啊 有这个必要 但是在见他之前 我还是想跟李初的夫人 欧阳慧谈一谈 夏青啊 说实在的 我真不愿把李大康的家人 扯进来 理解 其实我也一样 你看看我们这个工作 没日没夜 本来就亏欠家庭很多 你看又因为这工作的原因 又实在是过分的 要不然 我先跟李初沟通一下 我来跟他谈吧 还有一个问题 是 对不起 喂 我是 是 什么 胡闹 字幕提供